第三個其實有些人來找我是 我婦產之後的疤痕 趁它還沒有補起來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打一點消疤症 我們通常會建議就是在 就開始要做這樣的疤痕的護理 大家好我是皮膚科的唐豪月醫師 大家好我是整型外科的張子芊醫師 那當然通常他們第一個在乎他 因為懷孕的中間長孕斑 所以其實他們就會希望 在做月子中間可以溜出來打雷射 那基本上這一點是可以的 因為其實膚麻藥是懷孕哺 都可以使用的竹麻 然後打雷射當然也就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第二個其實是他們變胖 所以呢他們就想打肉毒 這個就比較難 肉毒版菌素是一個很小的蛋白 所以他會經過胎盤或是哺乳 所以這個就不行 這時候我們就會建議他做 我不知道張醫師有在月子中心去敲你嗎 抽籽嗎 胸部啦 可能從懷孕 哺乳期這樣一路下來 會看到自己胸部外型的改變 通常是上胸 可能變得比較扁皮 會嗎 不會很大嗎 因為脹會有脹痛 所以他們會擔心說 這樣脹我的皮膚會不會有什麼紋路 或是之後鬆掉 那另外就是 私立除 有些人可能在月子中心就開始擔心自己 變鬆 現在人壓力這麼大 女性可能對於自己外觀 比較在意的除了說 身材的變形 還有胸部的外觀的改變 那擔憂說這樣子的脹奶啊 消瘋啊 會不會讓他之後造成一些鬆弛下水的問題 可以建議他做 那有一點斑的人 可能做一點 在做月子的時候就可以開始 可能一個月打一次 大概打兩到三次 其實應該就覺得狀況比較好 當然另外一種人是因為 他可能懷孕的時候變胖啊 開始消腫之後覺得臉垮了 有時候會請他做 如果他預算不多 那可能硬撥做個 那有些人他很忙 想要一次解決 就會建議大家說 共鑊電波大概就是一次的療程 費用大概就是 8萬到10萬不等 通常是針對 產後的婦女 比較會有一個困擾 就是我們的上胸會比較 萎縮便皮 那針對這樣子的 產後的一個胸型的話 其實一個最好的方式 就是說我們可以用一個 複合式融入的方式 可以放一個甲體 做出一個我們喜歡的 一個胸部的一個 無緣潤飽滿的形狀 但這種比較瘦的女性 如果我們放比較大的甲體 其實最怕的就是一個 上胸的一個球感 會有個不自然的感覺 所以為了要消除這種 不自然的感覺 我們通常會抽身上一些 我們不喜歡的脂肪 比如說是大腿外側 馬胺的地方 或是一些下腹部 這些萬年都難消的脂肪 我們把這脂肪抽過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 補在我們的家庭的邊緣 那可以讓球感整個不見 那整個上胸會呈現一個 很順的一個水滴型的 一個好看的一個胸型 同時觸感膜才 也會更加的柔軟 像補脂的話 它比較經不起劇烈的 體重的減少 所以如果你是要變胖的話 其實對於補進去的脂肪 是比較沒有影響的 反而是比較好的 那針對抑乳的位置的話 我們會建議 媽媽在要懷第二胎的時候 要隨著我們胸部變大的一個進程 更換適當的內衣 就讓我們胸部有一個適當的支撐 其實它就比較不會影響我們的胸型 容骨手術本身對於說 之後產後要再補乳 這些都是沒有影響沒有問題的 你如果想要在你的兩胎中間 要修乳頭的話 其實比較沒有那麼建議 因為你下一胎再補乳的話 它又變胖 對所以會建議 乳頭修行的部分 會等到整個運期都結束了 沒有人再生了 那再一次把它弄好就可以了 雷射應該都可以直接打 然後音波電波也可以 像肉毒感均速的話 真的就是沒有在餵奶的時候 再開始注射 像張醫師這邊是 然後手術的部分 因為考慮到 疏後的一些疤痕的修復 比較會建議大概要在 三到六個月之後 我們整個組織的修復穩定之後 再來試做會比較恰當 第一個就是斑 因為有些運斑 其實越早期打 越好打 有時候成型之後的斑 其實很頑固 又很難打 變得我們下的能量要比較強 就會增加反黑的風險 第二個其實是落髮 有時候你掉光再重新長 就比較花時間 所以當你覺得 頭髮掉的比較多的時候 其實可以開始治療 就做一些髮帽 或者是一些生髮水這些 就可以請醫生幫忙評估 第三個其實有些人來找我是 頭腹產之後的疤痕 這個通常就三個月左右 趁它還沒有補起來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打一點膠疤 除了膏膏 或者是膠帶 或者是矽膠片 那這些其實都是有它的 黃金席期的 我們通常會建議就是在 觸後就開始要做這樣的 疤痕的護理 會比等到它凸出來 或是甚至有些有卸除腫的體質 整個凸出來之後 會更難處理 要看起來有效有感 斑比較淡 然後皮膚比較緊實 大概抓十萬 應該是可以 那如果你想要在進階 十五二十的話 就可以加個鳳凰電波 做大概三個月內可以搞定 抽脂的手術來講 就是十幾萬 到二十幾萬都有 選擇的不同的抽脂的方式 那會有一些差異 那另外因為現在還有一些 就是抽完之後 讓皮膚更緊實的一些儀器 所以這個也會讓我們的預算 可能還要再提高一些 那另外熔乳的話 自己脂肪熔乳的話 它可能是十萬左右期 假體的熔乳的話 依照熔乳不同的材質 那它可能有可能到三四十萬 所以如果在動刀方面的話 它的預算可能就會比較高一些 所以大家可以依照自己不同的困擾 然後還有預算 去跟你的醫師做溝通 找出一個最適合你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大家在規劃這些療程的時候 可能還要去考慮 你有多少時間可以休息 當然如果你是請產假就有很多時間 但如果你是要上班 可能要把這些事情都顧進去 有一個客人他有天突然出現 然後就說我要打扮全部弄 他說我剛生完才一週喔 哇我覺得跟我們當年不一樣 我們可能就是貪在那裡 然後覺得我要睡一個月這樣 有時候覺得蠻心疼的 因為覺得這個年代 是不是大家在社群媒體上面 有太多對於顏值的要求 其實我覺得真的生產 是一個對女人一個很大的變化 不管是你的心理 你的荷爾蒙 你的身體都是 其實真的可以放過自己 讓自己好好的修復 還有給自己時間休息 我發現大家寢視率都好滿喔 對 而且其實像有些的女性 他會在產後有一些憂鬱的情況 也有可能是因為生活的突然轉變 那照顧小孩不熟 其實是非常大的轉變 然後而且可能身形又不弱以往 甚至有的第一胎的媽媽 可能會遇到一些餵奶的問題 對還有乳腺炎啊這些 反正其實都是讓女性很有壓力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是建議 產後媽媽其實可以慢慢來 真的可以充分休息 因為我們永遠都在這裡陪著你們 對啊 而且我覺得生完小孩 真的更要學會慢下來 去想清楚自己要什麼 因為你如果很急躁的話 其實小孩子也是感覺到 對啊 所以其實就是大家都可以慢慢來 做個優雅的 優雅的女人這樣子 我覺得我們就可以提提 產後媽媽壓力的 對 就有的時候 並不是你所想的娘 你只是需要人家給你一些幫助 尤其小孩爆哭的時候 對 那你就不曉得他到底想怎樣 你不知道在幹嘛 對啊 為了跟他不太熟 對 對啊 喜歡是按這個 喜歡跟訂閱是往下 你們會再繼續 開啟小鈴鐺喔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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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